总裁错上车 闪婚交期太迷人 第76集 明天给夏末安排一个职位 何经理已经休息 半夜看到沐总打来的电话 立刻清醒了过来 还来不及思考 就先接了电话 沐总 晚上好 清醒了的何经理 顿时有些瑟瑟发抖 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最近自己没有犯事吧 难道是今天 那个小姑子的工作 没有安排好吗 何经理的心七上八下的 电话那头传来磁性低沉 犹如鬼魅的声音 明天给夏末安排一个职位 夏末 就是总裁身边的那个女司机 总裁半夜打电话 就是为了这个 好的好的 何经理立马缠笑道 可是要给安排个什么职位呢 这个可不好安排 何经理又小心翼翼地问道 要安排什么职位 随便他选 穆罕宇说完就挂了电话 电话那头 森冷的嗓音传了过来 隔着电话 何经理感受到一股 刺骨的冰寒 他全身哆嗦了一下 打了个寒颤 随便他选 我去 那就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意思 何经理突然有点后悔 会不会今天给那个小姑子安排得有点苛刻 顿时睡意全无 何经理睁着眼睛到了天亮 穆罕宇挂完电话 他阴沉着脸抽了根烟 缭绕的烟雾淡薄地拢在他那俊朗绝伦的脸上 看上去竟然有些黯然 抽完烟 他在手机上打了几个字发了出去 夏摩在床上等得快睡着了 突然 信息的声音响了 他纤细的手立刻点开看了一眼 手机上简单的几个字眼 却让他异常地开心 可以 明天去找人事部 夏摩白皙秀丽的脸蛋 扬起了个甜美的笑脸 像朵绽开的蔷薇 散发着迷人心香 夏摩盯着那些字看了好一会儿 手在手机上笨拙地打了几个字 你还不回来吗 穆罕宇看着手机上的信息 唇角微扬 怎么 想我了 夏摩看着短信 轻慌慌地打了两个字 没有 在要发出去的那一刻 手又抽了回来 他按了删除剑 然后轻轻地打了个 嗯 他要努力地去迎合他 这样他才会尽快地厌恶他 发完字之后 夏摩的心就莫名地蓬蓬直跳 白皙的脸变得飞红 原本的睡意也没了 变得清醒了起来 穆罕宇盯着手机上那简简单单的一个字 心里顿时开了花 刚才疲惫暗淡的样子也没有了 宋旭慢慢地往总裁办公室里面走 他实在不想不愿意进去 乔玛找了个借口先下班了 他要陪着穆总裁一起出国 逃不了 一想到今天 总裁在会议室那股沉重森冷的寒意 宋旭忍不住地颤抖 感觉这样进去有点在送人头 他端着咖啡 小心翼翼地探着脑袋往里面走去 却发现穆罕宇微扬着的唇角 漆黑深邃的黑眸直直地盯着手机 眸光里有着不易察觉的温柔 这样的神情 宋旭只看到过总裁对夏小姐有过这样的眼神 想必总裁这时候是跟夏小姐聊天 他是进去呢还是进去呢 嗯 宋旭咳两声才走了进去 他恭敬地把咖啡放在穆罕宇的办公桌前 穆总 再过十分钟我们就要出发了 穆罕宇见眉微挑 感冒了就要去看医生 什么 宋旭后背一僵 咋感觉穆总说这话比发火更让人觉得恐怖 这话还有其他的意思吗 不可能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吧 现在去看医生吗 宋旭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啊 我没事 就是睡太晚了 喉咙不太舒服 一会就要去机场了 现在去看医生 也来不及 你干嘛发抖 我会吃了你吗 哼 穆罕宇横了一声 冷眸从宋旭的脸上扫过 回到手机上又变得有些温柔 修长的手指在手机上打了四个字 早点休息 夏末打了个嗯 电话那头又是好半天没有回复 心脏越跳越快 仿佛只要一张口就能飞出来 他仿佛看到穆罕宇那张帅得惨绝人寰的俊脸 他那双漆黑深邃的黑眸宛如黑夜里的鹰 拧着他 眸光阴雾冷酷 他张着大大的嘴巴 仿佛要吞噬自己一般 靠了过来 夏末被自己的想象吓了一跳 把手机扔到一旁 直到手机信息响了起来 夏末修长的手指把手机剪了回来 看着手机上写着的四个字 很简单很温馨 看吧 现实有时候并没有自己想得那么恐怖 夏末回了过去 嗯 你也是 穆罕宇看着回过来的短信 唇角扬起了个愉悦的弧度 他喝了口咖啡 对站在一旁还在瑟瑟发抖胡思乱想的宋旭 走吧 宋旭看着眼前盛世美颜的男人脸上扬起的愉悦唇角 简直像极了妖孽 宋旭很想说 那是好几十亿的合同出了问题 你还笑得出来 果然是心够大的 不过看着穆罕宇脸上愉悦的弧度 嗯 这合同应该能被轻松解决 回完信息 夏末收起了手机躺在了床上 很晚也很累了 他很快就睡着了 明天就还是新的一天 他要去上班了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夏末吃好饭 送小糯米去上学 学校门口有值班老师 其中一个是孙老师 安安 妈妈 孙老师亲切地叫道 夏末牵着小糯米的手走了过去 甜甜一笑 孙老师 孙老师也跟小糯米打了个招呼 安安 早上好 老师 早上好 小糯米扬着粉嫩的唇角 带着甜美的笑容 特别地萌动漂亮 智声智气的声音也是特别地好听 孙老师揉了揉小糯米的头发 然后检查了他的指甲 体温 温和地问道 安安 你记得你在哪一间教室吗 小糯米点了点头 嗯 知道的 孙老师 啊 安安真棒 来 安安跟妈妈拜拜 然后自己进去教室哦 孙老师赞赏地笑了笑 小糯米回头伸出一个拥抱的姿势 夏末蹲了下来抱了抱小糯米 小糯米那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看着妈咪 妈咪 祝你今天工作顺利 夏末看着粉雕玉琢的小脸蛋 肯定地点了点头 嗯 妈咪肯定可以 那妈咪拜拜 晚上来接我 小糯米亲了亲夏末的额头 又举起小胖手跟夏末拜拜 小 安安 拜拜 夏末白皙细致的脸上 一双清亮的眸子 宠爱地看着小糯米 他今天出门的时候 刻意地稍微打扮了一下 显得更加地清新秀丽 看着小糯米离开的背影 孙老师看向一直盯着小糯米离开方向的夏末 哎 安安妈妈 你别担心 那边有老师在的 夏末回过头来 对着孙老师微微一笑 昨天谢谢孙老师了 后来想走一走 所以就直接离开了 孙老师也明白 可能是因为昨天富裕奶奶说的那些话 所以安安妈妈觉得不好意思走了 他笑了笑道 安安妈妈 你不用跟我客气 我觉得跟你很有演员 你要不介意就帮我当朋友吧 当然 很高兴跟你做朋友 夏末听到孙老师这么说很开心 改天请你吃饭 我先去上班咯 好啊 安安妈妈路上小心点 孙老师笑着回答 夏末这一早上心情都很好 孙老师这么一说 他心里更加的开心 他心情愉悦的到了人事部的办公室 因为他来得很早 人事部的人都还没有来 夏末找了个空着的位置坐了下来 看到旁边的架子上放着员工守则 他又顺手拿了一本读了起来 1. 员工必须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2. 员工自觉做到不迟到不早退 被经批准不得擅自离港 3. 懂得提升工作效果与效率方法 很长而且很无聊的员工守则 夏末却看得津津有味 何经理昨晚接完电话 然后一晚上睁着眼睛没有睡着 早上顶着一双熊猫眼就过来上班了 还很早 上班的人不是很多 他走进了办公室 人事部的办公室到他自己的办公室中间 还有一道走廊 何经理昏昏沉沉的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坐在旁边的夏末 他偶然回头被吓了一大跳 哎哟 你是谁 何经理看着不是很熟悉的身影 大声喊道 大早上的在这里吓人有没有公德心 有没有公德心 夏末正津津有味地看着员工守则 也没有注意走进来的何经理 听到声音 他抬起头来 白皙粉嫩的脸上有着少女般的羞涩 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 如同最清澈的最纯净的宝石 他的眸光里隐藏着淡淡的小慌张 他站了起来 双手贴着大腿 像个青涩的大学生 啊 你好 我是来应聘的 何经理一下子没有把他跟穆罕宇的女人连接起来 想起昨天来的那小姑子 想必他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要不然他至于纠结了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何经理看着眼前穿着简单大方的女人 她上身穿着一件粉色的衬衣 搭配着简单黑色修身裤 显得身材高挑纤细 又不失甜美可爱 她俏皮可爱的短发 错落有志地散在娇小白皙的脸上 看上去俐落又有精神 何经理对这个清爽不失粉黛的小女孩很有好感 她扬起的小脸像一场温柔的风 让她原本烦躁的心情变得平静 你叫什么 应聘什么职位 何经理问道 夏末被这么一问 变得又有些不好意思 她不知道眼前的人知不知道她要来应聘 她的手紧紧地握着衣角 努力地镇定自己 她通红着脸 我叫夏末 我不知道我要应聘什么 这么说确实有些尴尬 哪里有人来应聘 不知道自己要应聘什么的 想着说话声也响了 但是听在何经理的耳朵里 就像如雷灌耳 你说你叫什么 何经理诧异地问了一遍 她不是怀疑自己的耳朵 就是怀疑自己的眼睛 眼前这个乖乖巧巧的小女孩 看起来温柔又可爱 又带着小羞涩的人 怎么可能是昨天那个夏姨的姐姐 何经理想象的 是一定是很妖娆漂亮的 然后又嚣张 又得理不饶人的才比较像啊 要不然至少是那种高冷类型 漂亮的脸蛋 傲人的身材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之前她是有偷偷看过的 但以她好几百度的近视眼 往楼下看去 就只能看到一个 模模糊糊的身影 这下夏末更加的紧张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 微微一笑 你好 我叫夏末 总裁今天叫我过来人事部报道 刚刚那个样子 真的是太尴尬了 所以夏末一口气 直接说明了来意 何经理立刻露出了谄媚的笑容 原来你就是总裁的那个那个 总裁昨天跟我交代了 你赶紧进来 办公室里面坐 何经理脸上笑着 心里嘀咕着 不会是笑里藏刀的那种吧 这种人最可怕 面上对你笑笑 背地里捅你一道 所以肯定一定怠慢不得 何经理开了办公室的门 公室做了个请的姿势 夏小姐 你里面请 夏末脸色更加的通红尴尬 很是不好意思 不用对我这么恭敬热情啊 好尴尬 我就只是来找工作的 夏末愣愣地走了进去 因为何经理做了这个动作很久了 他没走进去 他也没有起身 何经理以为 这就是他要立微信 所以也没有动 直到夏末走了进去 他才起身 然后走进去 拉了椅子出来 夏小姐请坐 夏末又愣愣地坐了下来 他心里想着 现在的服务都这么好了吗 大公司就是不一样啊 珍惜每个进来的员工 不过夏末实在是别扭 他微微一笑道 你好 怎么称呼你 何经理一愣 然后笑得好不热情 我姓何 你叫我小何就可以了 你坐一下 我去给你倒杯咖啡 夏末连忙摆手 不用不用 我有带水 不用麻烦 何经理热情地笑道 不麻烦不麻烦 何经理立马去休息室泡了杯咖啡进来 然后双手恭敬地放在夏末的面前 夏小姐请喝咖啡 夏末本来就很紧张 何经理又对他这么客气 他就更加地紧张 他结果咖啡 谢谢 谢谢 夏末不好意思地拿起咖啡喝了一口 实在是有点太烫了 夏末被烫了一下 谢谢